煎得金黃的雞蛋 香味肆意 來自韓國的神父準備了這道 韓國傳統新年必吃的眼睛湯 享受跟健康跟開始新年的意思 所以我們新年的早上 一起吃這樣的東西 農曆春節就要到了 慈大華語中心舉辦異國美食饗宴 有來自波蘭 印度 宏都拉斯等16個國家48位學生 一同分享各國新年的傳統習俗及道地美食 今天是他們的繪畫課 所以我們讓他們一邊可以練習他們的中文 一邊又可以享受新年的氣氛 我第一次做的 對我是很特別 在這裡我可以學怎麼做別的飯 還有可以跟別的同學練習中文 不用空運來台 學生運用在地食材 就可以做出十幾道異國料理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以食會有 彷彿一個小小地球村 學中文也認識不同文化 大愛新聞 謝雲昌溫國家 花蓮報導 這一首的按道 SUPER ELEC 你 你 好